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全美最火新闻近在中文热点 观众朋友您好 今天是2024年的1月31号 星期三 欢迎来到中文热点节目的直播间 我是主播思思 先来看一下今天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川普在七个摇摆州领先拜登 但存在重大劣势 西雅图Costco停车场爆枪案 亚裔女子死亡 全美房价去年11月开始降温 结束九连涨 看节目同时别忘了给视频点个赞 接下来就走进今天的中文热点 先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 在可能决定2024年总统大选结果的 七个关键摇摆州 川普平均领先拜登六个摆摆 但彭博社Morning Consult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 如果川普在他面临的刑事诉讼当中被判有罪 超过一半的摇摆州选民不会投票给他 这对川普来说是一个警告信号 该民调发现如果川普被判有罪 在七个备受关注的战场州 53%的选民不愿在大选当中投票给他 如果他被判入狱 这一数字将上升到55% 到目前为止川普在四项单独起诉当中 面临91项刑事指控 川普在共和党的前两场初选当中轻松获胜 有望在未来几周赢得党内提名 此前他利用刑事指控将自己描绘成 法律武器化的受害者 指责检察官有政治偏见 这激发了共和党选民对他候选人资格的支持 尽管共和党人目前仍团结在川普周围 但彭博社民调显示23%的摇摆州 共和党人表示如果川普被定罪 他们不愿支持他 Morning Concert副总裁卡洛林·拜指出 定罪会缩小川普的支持范围 如果他被判有罪 2020年投票给他的选民当中 五分之一将不会选择这样做 对于各州是否有权因推翻2020年大选的努力 将川普的名字从选票上移除 选民们存在分歧 45%的人表示各州无权将他移除 而21%的人表示 只有在他被判犯有与叛乱有关的罪名时 各州才可以裁定他不符合资格 其余的受访者表示 州政府有权移除他的名字 无论他是否被定罪 定罪也可能会影响双重反对者 也就是那些对拜登和川普都持负面看法的选民 79%这样的选民表示 如果川普背叛有罪 他们将不愿意投票给他 亚利桑那 乔治亚 密歇根 内华达 北卡 宾州和威斯康星州的4956名 注册选民接受了调查 来关注军事方面的消息 据韩联社报道 一架美国F-16战斗机周三在韩国西海岸附近海域坠毁 一名飞行员从飞机上弹射后获救 知情人士声 这架战斗机于上午8点40分左右坠落在首尔以南274公里的群山附近海域 群山是美国空军基地所在地 该基地拥有F-16战机 一名消息人士说战斗机坠入水中 获救的飞行员很安全 来关注Costco停车场枪案 西雅图南郊的图克维拉市一家Costco停车场上周五发生一起枪案 导致一名女子死亡 法医办公室周一确认死者是一名67岁的亚裔女性 金郡法医办公室表示67岁的名媛死于胸部枪伤 这起死亡被判定为他杀 警方介绍上周五上午10点40分左右 Edward Park East社区的Costco停车场发生了枪击案 尽管急救人员试图采取挽救生命的措施 但受害者在停车场被宣布死亡 图克维拉警方表示 在明遭遇到枪击之后一辆白色SUV逃离现场 警方消息声称在遭到致命枪击之前 明与枪手没有任何的交流 目击者表示这是一起恶性抢劫事件 结犯试图抢走明的背包 遭到了他的极力抵抗 据当地媒体报道 图克维拉警方正在领导一项多机构参与的调查 这是该市新年迄今发生的第二起谋杀案 图克维拉约有2.1万人口 亚裔约占24% 近日在加州洛杉矶的街头 一名女子铺在汽车的引擎盖上 试图阻止歹徒劫走她的法斗犬 来看现场画面 近日在加州洛杉矶的街头 一名女子铺在汽车的引擎盖上 试图阻止歹徒逃跑 这直接上演了一出 动作电影中科技演员才能做到的巴车大戏 事发时 这名女子带着自己的法斗犬在露台吃饭 突然一名嫌犯直接抱走了这只法斗犬 试图逃跑 当该女子看到嫌犯准备驾车逃离时 她直接跳上了汽车的引擎盖 紧紧抓住鱼刷 试图阻止嫌犯抢走她的法斗犬 这才发生了动作电影情节的一幕 不幸的是 最终嫌犯还是带着狗驾车逃离 女子则因为受伤送入医院 洛杉矶警方已介入调查 并向公众寻求任何与嫌犯的相关信息 来关注楼市相关消息 根据SP CoreLogic CaseSheller周二发布的全美房价指数 2023年11月房价相比10月份下降了0.2% 虽然看似微小 但却是自2023年1月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 这一变化主要归因于10月份抵押贷款利率的显著上升 达到了20多年来的最高点 从而使得购房变得更加困难 按城市来看西雅图和旧金山的月度价格跌幅最大 分别下降了1.4%和1.3% 另一方面 11月份有6个城市的房价创下了历史新高 分别是纽约 迈阿密 坦帕 亚特兰大 克里夫兰和夏洛特 全美范围的房价仍高于去年同期 自2022年11月以来 全美平均增长率为5.1% 高于当年10月份的4.7%的年增长率 11月份的报告还揭示了一个重要趋势 自2021年上半年以来 全美范围内不同地区房价之间的差异或波动 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小 在20个主要城市当中 底特律连续第二个月同比涨幅最高 去年11月房价上涨8.2% 紧随其后的是圣地亚哥上涨8% 俄勒冈州 波特兰市20城当中 唯一一个房价同比下降的城市 与2022年11月相比下降了0.7% 以上就是今天中文热点的全部新闻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点赞关注 你也可以点击屏幕下的小铃铛 更及时的获得新闻推送 那我们在下期节目再不见不散咯 欲卫生行美国花旗生 中国自由行 美国下单中国收获 花旗生中美陆陆通服务 八年信心满意保证 中港美专卖店提供专业服务 接受官网下单 资深地产专家陈静 经销上万套曼哈顿豪宅 纽约安家请电陈静 917-699-9629 意外伤害 我们来帮你 保罗爱里斯律师楼 718-785-8080 718-785 帮你帮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